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床怎么这么硬 我和许黎是家里安排相亲认识的 准确来说 我们以前高中就当过三年的同班同学 只不过她最心于学习 我又时常在外集训 她记不起来我罢了 知道相亲对象是许黎后 我难得把自己好好收拾了一番 她也二十五六岁了 但看起来和上学的时候没差 引得咖啡店的小男生蠢蠢欲动 她来相亲倒是挺随意的 像是素颜 穿了个简单的白色连衣裙 不知道甚至压根没把和我相亲这是放在眼里 她应该很多人追才对 怎么会来相亲 我看着对面和我一样尴尬的许黎 还是问了出来 你是被逼的吗 许黎挑了挑眉 邵先生是不情愿的 我哪里会不愿意 我只是打心底里 觉得我和许黎不般配 上学的时候我坐在许黎前面 一到下课班里的同学就围过来问她问题 她不仅长得漂亮 智商又高 性格高冷 妥妥的高领之花 而我从小学习就差 还好从小就对美术感兴趣 家里也支持我 走一考 考上有点名气的美院 没有没有 我只是觉得徐小姐条件这么好 怎么还来相亲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没时间谈恋爱 我内心窃喜 但是表面上还是装作风平浪静 如果我和许黎真能走到一起 简直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 我也没想到 后来我和许黎这么快就结了婚 估计迫于父母压力 她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结婚人选 她一凑合 我俩这时就成了 连我兄弟沈灵都震惊于我们俩的结婚速度 因为只有她知道我苦练许黎近十年的痴情人设 订婚的那天 她为我竖起了大拇指 兄弟 还得是你呀 不过我希望我暗恋许黎的这件事 许黎永远不知道 我和许黎婚前见过的次数 一双手就能数得过来 虽然速度快 但在婚礼的准备尚不是一点也没懈怠 许黎的爸妈都是知识分子 温文尔雅 没有刁难过我 反而对我很好 毕竟能把许黎这么优秀的人教养出来的家庭 又怎么会无理取闹呢 秉持这一生只结一次婚 婚礼一定要办好的原则 我都在能力范围内给许黎最好的了 我真有一种 我们是真的因为相爱多年而在一起的错觉 可惜只是我单方面的爱 婚后许黎在家里待了一周 就回南城上班了 在这新婚的一周内 起初许黎还有些害羞 后来她的疲惫战胜了尴尬 坐在饭桌前 看着许黎做饭的背影 我从没想过我的人生会如此圆满 老天果然是眷顾我的 许黎将饭菜端上桌 看着我光着膀子的样子 从她的眼睛里 我看出了欲言又止 明天下午我就要回南城了 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 我嘴里嚼着饭 含糊地硬了 一周过得可真快 看着面前的 许黎我真的不舍得了 明天上午 我陪你一起收拾东西 明天下午再送你去车站 我眼巴巴看着许黎 哎 一走就是几个月 许黎笑着答应了 结果晚上我折腾了她 第二天早上怎么也爬不起来 我帮她收拾了行李 下午陪她一起去了车站 在路上她实在忍不住捶了我一拳泄粉 我也不怎么在意 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 想到马上她就要走了 我心里又挺不识滋味的 这份伤感持续到我看到冰箱里 还有中午许黎做的饭 我躺在家里的大床上 计算着国庆的时间 自从许黎不在家里 我好像又回到了以前那种独居的生活 没事的时候就给她打个电话 我和她终归是有些生疏 我又不善言辞 跟女生更是尬聊了 周五晚上 我又摊在沙发上看比赛 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 我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不知道来的是谁 我想着不会又是沈林来找我喝酒吧 想着是沈林 我懒洋洋的起身走到门口 用猫眼去看 门外出现了一个漂亮精致的脸 许黎小小的身影 拎着行李箱在外面 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开了门 你怎么回来了 放假了吗 就是正常的双修 正常的双修都回来 我怎么感觉这么意外呢 不不不 一定是我的错觉 这样一来一回 会不会太辛苦了呀 我有些愧疚 让许黎这么来回奔波 看着她小小的身影 我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许黎头低下去 表情突然变得委屈 我意识到自己说的可能有些不妥 立马找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能回来我真的很开心的 我保证 这句话是真心的 放心吧 我又不累 许黎仰头对我笑笑 脸颊上出现两个梨窝 有点撒娇的意味 我忍不住揉了揉她的头发 我们的身高差比较大 我大概一百八十七的样子 许黎才刚刚一百六十出头 许黎顺势扑进我怀里 有点想你了 她被我搂在怀里闷闷的说 第二天 到了中午我才睡醒 许黎正在外面做饭 本想拿手机看眼时间 谁知道拿成了许黎的手机 本想放回去 她的手机突然亮了 有人发消息来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发消息的人是我们的高中同学林夏 印象里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女生 和许黎算为数不多能说上话的了 许黎下午有空步 原来是约她出去 不过他们俩上学的时候 玩得确实挺好的 可下一句话 却又不由地让我多想 顾绝前段时间也回来了 她今天想跟你见个面 以前高中在一个班里的时候 许黎和她就是同桌 他们俩的兴趣一致 成绩也都很优秀 上学的时候还总是互相借笔记看 在一起总有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 我那时候觉得 如果许黎真的有喜欢的人的话 应该只有顾绝了吧 毕竟两个人坐了这么长时间的同桌 我越想越心慌 我甚至开始怀疑 许黎回来到底是为了见我 还是想和顾绝见面 吃饭的时候 许黎可能看出来了我明显的状态不好 很耐心地询问我 怎么回事 没事就是有点没胃口而已 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吃啊 我不怎么会做饭 没事 以后我来做饭 我心不在焉地回复许黎 心理纠结到底要不要问她 下午我要出门一趟 许黎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她果然还是要去见顾绝 我知道她肯定不希望我也去 我暂时还不知道怎么面对 就假装大度地拒绝了 听到我的拒绝 许黎好像很遗憾的样子 唉 许黎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 你是不是傻呀 这么耸干嘛 她问你要不要去你就去嘛 沈灵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不太想见到顾绝 拜托 你现在可是许黎 这儿巴金的老公 犯得着怕她 我想以前的同班同学 可能都没想到 最后我和许黎会结婚吧 沈灵突然八卦起来 不过你知道吗 顾绝最近离婚了 她还结过婚 我直接一个好家伙 心里面突然又有了一个答案 许黎前几年一直没有谈恋爱 难道是因为喜欢的人已经结婚了 那现在顾绝离婚了 她 她大学 一毕业就结婚了 不过咱们 跟她又不熟 也没通知咱们 哦 那倒也正常 我硬生生挤出笑容 不过 你说她离婚了 说想见许黎是几个意思啊 明白这恶心人呢 别说她了 如果顾绝向许黎表明心意的话 许黎会怎么做呢 我和许黎这段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会不会不堪一击呢 我和沈玲鬼混到了晚上 找了一家烧烤店吃完饭 也迟迟不想回家 我后知后觉地感受到 自己这是在跟许黎赌气 在面前却还要装大肚 在沈玲的煽风点火下 我越来越烦闷 沈玲天天在外面鬼混 说要带我去酒吧喝酒 以醉解千愁 我本来也一口答应下来 下一秒看到许黎的几个未接来电就耸了 完了 刚刚没看手机 许黎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那又怎么样 她都能去外面见别的男人 你就不能去喝酒吗 也不是单独去见吧 还有她好姐妹呢 行 我看透你的绍衡 你就一气管言 我先给她回个电话 我急冲冲走到门口 给许黎回电话 对面也立即就接了电话 现在在哪 快结束了吗 许黎的温柔清脆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出来 我瞬间把答应沈玲去酒吧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我有罪 结束了 马上就回去 我去找你吧 发个定位给我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我刚好顺路 你在那边等我就行 好 和许黎打电话回去 沈玲一脸比一的 看着荡漾的我 沈玲 要不回家吧 滚吧 老子还有下一场 下次我一定 滚 好的 小的这就走 没过多久 许黎小小的身影 就出现在烧烤店门口 我看到她远远的跟我招手 脸上满是笑意 她乖乖的坐在副驾驶 关上车门 四目相对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 并没有直接把车开走 她安全带没记 我刚要凑近伸手帮她 许黎就主动伸手捧住了我的脸 下一秒 她柔软的唇就贴上了我的脸 许黎 我呆滞了几秒 等反应过来 我拉住了她的手亲了下去 我突然想到 我们两个好像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接过文 我亲得很温柔 许黎也情不自禁地搂住了我的脖子 听到后面传来刺耳的喇叭声 许黎赶紧推开了我 我们俩太过投入 忘记了是在烧烤店门口 挡住了别人的路 我靠近她 帮她把安全带拉上 启动车子回家 许黎害羞地脸颊红红的 偏过头吐不想看我 不过她的嘴唇好软 气息也和高中时候一样 清澈干净 我车开得很快 没过多久就到家了 拉着她的手进了电梯 看着电梯上升的数字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 回到家里 刚把门关上 把她抱了起来 放到了卧室的床上 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低头看着许黎 又想起了高中时期 许黎给顾绝讲题的时候 两个脑袋挨在一起 与周围打闹的同学 和喜欢下课去超市买零食的我 格格不入 那时候的许黎 比现在更高冷 除非别人主动找她搭话 不然她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 一句闲话都不会说的 说起来 结婚后的许黎 倒还是变得热情多了 和顾绝在班配又怎么样呢 反正我和她都已经结婚了 可能是为了 使我们俩的异地婚姻 不那么像丧偶 许黎每逢放假都会回家 我妈惊奇地问我 许黎还经常有空从南城回来 我得意地和她炫耀说 许黎每周都会回来 自从家里多了许黎 整个房子 从黑白灰的冷淡配色 变得越来越偏暖 许黎喜欢给家里添些小摆件和装饰 把家里大客厅铺了一块大大的奶油色地毯 虽然买回来过后 她就后悔了 觉得和家里的风格完全不大 于是 她又买了很多同色系的配件 但好像还是不太融入 特别是这块大奶油色地毯 突兀得很 有天沈琳来家里玩 看着地上的大地毯 若有所思 你家怎么变得这么难平 感觉完全两种风格 许黎买的 你这种单身狗少来智慧 沈琳白了我一眼 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我的地毯上 别 在 这 发 颠 马上国庆了 有没有什么安排 我懒洋洋地从冰箱里拿了两罐可乐 递了一罐给沈琳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咱们以前的班长 你还记得不 他说 国庆要开同学会呢 请咱们这些同学吃饭来着 他这是发财了 四处请咱们这些老同学吃饭 他不就是这张扬的性格 沈琳喝了口可乐 高中同学里面 岂不是又有顾绝了 到时候他和许黎再见面 你也不嫌赌得慌 要不我跟班长说 你俩都有事走不开呗 算了 我和许黎都结婚了 我凭什么躲着他呀 而且在我的认知里 顾绝那么骄傲 他总不至于拆散别人家庭吧 说来也是 没理由你要躲着他 沈琳认可地点点头 班长在之前的高中班群里 约好国庆节那天晚上 都在江城一家 档次很高的酒店开同学会 一旦激起千层浪 本来这个班群 自高中毕业后 都没什么人 在里面说过话了 一下子突然就热闹起来 国庆节前一天晚上 许黎也从南城回来了 其实也没有多久没见面 但是感觉他又瘦了不少 我看着都心疼 许黎一进门 就主动跑过来 搂住我的脖梗 扒在我身上 我回来了 他穿着针织上衣 和浅色短裙 整个人精致可爱 他的穿衣风格 和高中时候一模一样 我一手护着他 一手把行李拖进来 他搭在我的脖梗间 我不禁有些心跳加速 他看着客厅愣神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是他买的那块奶油地毯 要不我还是把这个地毯拿掉吧 带回我爸妈那也行 不用 我很喜欢 家里原来太暗了 这个颜色很好看 我把他的行李放在一边 一只手拖住他的腰 抱着他坐进沙发里 累不累 要不你先去睡觉 我去做夜宵给你吃 许黎坐在我的腿上 他把头埋在我的脖梗 像一个小猫一样 懒懒地趴在我身上 我能闻到他头发上 似有若无的香味 想你了 吃不吃 许黎从我的脖梗中抬起头 他用细白的手臂 搂着我的脖梗 就要亲上来 我眼疾手快地捂住了他的嘴 我问你吃不吃夜宵的 许黎被我拒绝 明显很失落 我不饿 我就只是 想亲自己的老公都不可以 看他这么委屈 我还是轻轻在他的脸颊亲了一下 不饿也要吃 你又瘦了 天天在外面 不会好好吃饭 肿便滴时候 许黎又跟过来抱着我的腰 我突然想 许黎怎么变得越来越黏人了 他上学的时候 明明很高冷的 明明都不怎么说话的 我把面端上桌 许黎吃面的样子 又让我想起来 他上学的时候 他那时候 每每放学去食堂吃饭也好 回宿舍也好 都独自一人 完全跟不上他的脚步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学习简直是许黎的一切 谁都不能阻挡得了 他向前走的脚步 他要向前走 向高处走 而我永远也跟不上 花十分钟煮的面 许黎几分钟就吃完了 我迅速把锅和碗给刷了 明天晚上 班长请我们班同学 去酒店吃饭 你看见没 趁着许黎收拾行李 我坐在沙发上 和他闲聊起来 看见了 这么些年了 第一次开同学会呢 你有没有什么 想见到的老同学呀 其实我很想问许黎 和顾绝现在的关系 可是我更害怕许黎 觉得我多一小气 没有 他看向我 那你呢 你有吗 开同学会 最想见到的老同学 搁在我和许黎结婚前 我最想见到的人一定是他 应该有的 他愣了愣 但也没再问什么 国庆节这天 我在家里挑了好酒 才决定好晚上穿的衣服 许黎跟林夏一起去外面 做了护理和头发 中午才回家 中午在家睡醒后 我爬起来看了眼时间 我这一睡 跟昏迷了一样 睡到下午四五点了 许黎也不把我叫起来 我赶紧爬起来换衣服 许黎在一旁 看着我搞发型 精致的小脸有些黯然 撇撇嘴 冷冷地看着我 以前的同学里 有这么重要的人吗 哎 他怎么会懂 这可是男人之间的较量 更何况 高中的同学里 还有顾绝 情敌相见 自然是分外眼红 没有没有 我忙着收拾 随便敷衍了一下许黎 许黎的脸更冷了 安安静静坐在一边等我 一直到开车 去酒店的路上 都不说话 冷冰冰的 我是个不善言辞的 许黎不说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哄他 两个人就这样沉默了一路 班长陈南原来还算是个高高瘦瘦的搞笑男 现在看起来事业太成功了 有些发福 远远看到我和许黎 就开始到招呼 哎哟 这不是许黎和绍衡吗 班里好多人都不知道 我和许黎结婚了 线下看我和许黎走在一起 心里都在犯嘀咕 沈黎对着我招手 我坐到了沈黎旁边 许黎挨着我坐了下来 以前的同学都好奇地看着我和许黎 班长这时候拍着我的肩宣布 大家还不知道吧 许黎和绍衡结婚了 众人 突然我和许黎就成了人群中的焦点 众人的目光看得我如盲在背 你们俩是谁追的谁啊 上学的时候看你俩一点都不熟呢 就是就是 谁追的谁啊 咱们许女神就没主动过 我猜肯定是绍衡 哈哈哈哈 别是绍衡从高中舔到现在才舔到吧 我尴尬的不知道这么大 正想着要不就说是相亲认识的 我主动的身旁许黎轻柔的声音传来 众人讨论声更加热烈 我刚想解释一番 就被人打断 绍衡之前可是笑篮球队的 又不比谁差 寻声看去 浑身上下写着 朝人两个字的红毛女鞋靠在门口 呃 肖玉 肖玉 我和沈灵都很久没见这姐了 肖玉上学时候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平时生活潇洒得很 跟朋友之间也没什么距离感 在为数不多一考生的班级里 我们几个一考生的关系都不错 肖玉在我们这顶多算是个好兄弟 肖玉疯疯活活地走过来 跟大家打人招呼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调戏班摸了我的头 然后坐到了沈灵左边 我阴阴感觉到 许黎变得更加冰猛了 她抿着嘴巴 也不再和我有眼神接触 没过多久 就全都到齐了 包括顾绝 她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西装 戴着眼镜 一副社会精英的模样 谁知道这要巧 她来的时候 只剩许黎旁边的位置 她主动和许黎聊起来 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 从头到尾 试图把我当成个透明人 我化怒气为食欲 闷头吃饭 大家都在叙旧 包间里几个几个聊着天 吃到一半许黎出去了一趟 没过半分钟 顾绝也出去了 我 沈灵和肖玉来凑我的热闹 笑嘻嘻地说 我头上一片青青草原 不是吧老少 这样的气腻也受得了 肖玉欠揍得很 对着我挤眉弄眼 你是没见过 她家对象和顾绝私下 还见过呢 许大女神勾勾手指 就把绍衡给哄好了 沈灵恨铁不成钢 对我一顿熟了 班长是个来世的 开了几瓶酒 我一时上头 非要班长给我倒 和沈灵喝了几杯许黎才回来 看到我喝酒 皱着眉 白皙的小手抽走了我的酒杯 你不怎么喝酒 别喝这么多 此时我已经有点迷糊了 本来不打算喝了 听见和许黎玩得好的女同学说什么 顾绝和许黎上学的时候很暧昧 怎么毕业后就和绍衡结婚了 我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根本不听许黎的话 把酒杯拿过来就喝 沈灵和肖玉两个缺心眼的 还在一旁叫好 三个人就这么喝多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家的 临走我还拉着沈灵说 让她赶紧脱单 我走路都歪歪斜斜的 许黎的小手拉着我的衣角 领着我回家 我倒像是打开了话匣子 嘴里巴拉巴拉 说我没完 第二天一早醒来 昨天喝醉后回到家 说了什么话全忘记了 只记得许黎生我的气不愿意牵手 我嘴里一直说个没完 说了什么 确实一点都不记得 我一脸茫然地坐在床上 兴许是我喝酒的原因 惹许黎生气了 她开始不怎么搭理我了 我也诚心诚意给她道歉了 保证以后再也不喝这么多酒 但是她好像还是不太高兴 难不成我喝醉酒 对她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总之国庆七天 她一直避免跟我交流 也不和我有任何肢体接触 晚上睡觉她背对着我 一副不想理我的样子 原来不生气的时候 她睡觉很黏忍 像一只小猫一样 在我怀里拱来拱去的 许黎甚至提前了两天 要回南城 看着她收拾东西的背影 我在心里演练了好久 才说出口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没有 那你提前这么久要回去 我有点憋闷 本来还想质问她 和顾绝是怎么回事 公司有事要处理 自从十一后 许黎回了南城 就没回来过 至少不像以前那样 回来的那么频繁 我约了沈凌出来吃饭 找她诉苦 你说我那天到底干了什么呀 我哪知道 我那天也喝袋了 我可不知道 沈凌大大咧咧的说 你那天怎么回家的 陈南那小子送我回去的 对了 还有蕭玉 她路上还问你和许黎 这么就好上了呢 我就实话实说 你俩是相亲的了 沈凌看我这样 又埋怨起了许黎 她自己不还和顾绝 纠缠不清呢 还好意思和你生气 你不就喝了点酒吗 她原来经常回来的 现在已经一个多月 没回来了 她怎么这样 冷暴力你呀 在这一个多月里 我有时候会发消息 给许黎问她 要不要回来 她给我的回答 总是有工作要忙 没时间回去 我问她 工作累不累 她也就回个还行 和沈凌吃完饭 在店里闲聊着 我无聊地打开了朋友圈 自那天国庆节回来 顾绝发朋友圈的频率 肉眼可见得多了 莫名其妙 就来一个 驴头不对马嘴的文案 什么懂你的人 自然懂你 兜兜转转还是你 我晒干了沉默 上学的时候 也没见她这么非主流吧 这次顾绝发了一张 公司楼下的照片 配文 重新开始 定位就在南城 我仔细看了一眼 她发的图片 这个公司和许黎呆的公司 分明就是一家 我 不是吧 绍衡 马上绿到你头上了 沈凌比我还气愤 兄弟你原来也不是 这么耸的人啊 说不定就是巧合而已 虽然我心里很乱 但我还是相信 许黎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只不过没有底气 我的声音越来越弱 沈凌喝了口水 静静地看着我 两个人在一起嘛 最重要的还是要沟通 你有什么想问的 直接问她 要是真有事 过不了大不了 就不跟她过了呗 道理我都懂 原来没结婚的时候 也是这样想 现在倒害怕捅破了 那层窗户纸 说白了 就是不舍得许黎 毕竟默默喜欢了 这么多年了 好不容易修成正果 隔天上班 我也魂不守舍的 想着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发展到哪一步了 对着电脑发呆 这么多天以来 许黎都没主动 给我发过消息 我问了 也就是敷衍两句 中午在公司吃饭 隔壁公卫的 继可可问我的 进度到哪里了 我有些尴尬的说 只是摸鱼 女人的嗅觉可真是敏锐 继可可立马 端着盒饭跑来八卦 和你老婆吵架了 也不算吧 她不搭理我 要是你理亏的事 就多哄哄她 女人嘛 都是要哄的 我们两个是异地 她在南城上班 最近不知道生什么气 也不愿意回来 这还不简单 她不愿意回来 你去找她不就好了 把话说清楚 再过两个星期 就是元旦了 正好陪你老婆跨年啊 我恍然大悟 自从结婚以来 一到放假 都是许黎回来陪我 我从来没主动找过她 到现在也不知道 那天喝醉以后 到底干了什么 让她生气的事 总得跟她问问清楚才行 有了盼头 日子过得也快了 我虽然每天给许黎发消息 但没告诉她 要去南城陪她跨年的事 想着能给她一个惊喜 元旦提前两天 我一个人拎着行李坐上高铁 坐了好几个小时 才到南城 高中的时候 我曾经独自一个人 来在南城的画室 集训过很久 对这里也还算熟悉 打了车到许黎南城的公寓 到了门口才想起来 我根本不知道公寓密码 只好傻傻地在门口等 本来想给许黎发个消息 要她赶快回来 乌漏偏逢连夜雨 刚拿出手机 就电量不足 直接关机了 这26年来 我从来没这么倒霉过 我靠在行李箱旁边蹲着 眼看着都天黑了 陆陆续续回来的上班族 用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有些尴尬地别过头去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 楼道里连个人影都没了 许黎还没回来 我都快要睡着了 听到电梯叮咚一声 我想着应该是许黎回来了 抬头就看见 许黎穿着薄薄的白色羽绒服 一身疲惫地慢吞吞走着 一捶眼突然就看见我了 她顿了几秒 像只小兔子一样 快步走到我面前 你怎么才回来 我揉揉眼睛 站起身 许黎二话不说 打开公寓门 一手拉着我 一手拖着我的行李进了门 还没等我说上第二句话 我就被拉到了卧室 在她亲过来之前 我突然想到此行的目的 把她推开 等一等 我来是想跟你说清楚的 说什么 你和顾绝的事 还有 我喝最后的事 许黎静静地看了我两秒 小鹿般的眼睛充满了疑惑 我和顾绝 你和顾绝不是见过好几次了 她现在不是和你在一家公司了吗 我坐在床上看着她 因为我不知道她在哪家公司 跟她也确实不熟 就前段时间 同学会上见过 我不信 之前我不小心看到 林夏给你发消息了 约你跟顾绝见面 当时你不是去了吗 想到这些天的憋屈 我一口气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你要是后悔了 咱俩就离婚 自从上次同学聚会回来 你就一直不怎么搭理我 给你发消息 也敷衍我 许黎静静听我说完 捧着我的脸 小鹿眼亮亮的 一字一顿地说 我从来没后悔过 也没想过要离婚 我和顾绝 就是以前同学的关系 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和她私下里也没见过 不信的话 我的手机给你 随便查 许黎从口袋里翻出手机来 让我查 我仔仔细细地 翻了通讯录和微信 她和顾绝 确实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 我还翻到之前她和林夏 让我耿耿于怀的聊天记录 林夏 许黎 下午有空不 林夏 顾绝前段时间也回来了 她今天想跟你见个面 许黎 她见我做什么 林夏 想跟你再续前缘呗 奸笑 许黎 我已经结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去了 你们好好玩 林夏 别呀 我跟她说 我们都没空总行了吧 你出来我们俩聚聚 原来当时她是这么回复林夏的 早知道我也不会自顾自纠结 这么长时间了 果然夫妻之间最重要的还是沟通 我把手机撞到许黎的口袋里 对她笑笑 那你到底在生什么气 她表情微变 慢慢凑近我 捏着我的脸 咬牙切齿 气你酒后吐真言啊 我就想问清楚 她偏偏不说了 堵住我的嘴 后来在我欺而不舍的盘问下 我终于知道 她在别扭什么 那天我喝醉了 一直在叭叭叭叭说不停 回到车里 她觉得好安想跟我说话 结果我还在想着 她和顾绝暧昧不清的事 我摇摇晃晃的跟她说 你不就是有个暧昧对象吗 我还有暗恋对象呢 我想着 当时许黎的脸肯定黑了 她紧接着问我 现在还喜欢那个人吗 我当时斩钉截铁 当然了 很喜欢 都喜欢十年了 她不知道我说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她 我暗恋了十年的女人 可惜我都没跟她解释清楚 她却自顾自的越说越气 最后被我欺负得说不出话 后来她看到我在旁边 气不过捶了我两拳 我笑着逗她 你公寓的床怎么这么硬 改天去买床垫 我把手机充电开机 准备跟许黎解释暗恋的事 我想了想 试探地问许黎 你现在还生我的气吗 许黎放下手机 有点生气地捏了捏我的胳膊 你最好别再提那个女人 以后也不许喜欢她了 我就可以不生气 我还想故意逗逗她 不喜欢她不可能呢 越来越喜欢她了 绍衡 她又不想理我了 抱着手机转过去背对着我 我觉得不能再逗她了 打开手机 翻出私密相册 这个相册里面 是高中时期的许黎 是我在整个高中的 所有集体照里结出来的 从高一到高三 有军训的 大合唱 运动会 文艺会演 成人礼 直到最后一张 毕业照里的许黎 虽然每一张照片里的 她都是一副表情 但是每一张都被我 珍藏了许久 我有很多次就想告诉她 我很喜欢她 喜欢她不爱说话的样子 喜欢她冷静自持的样子 也喜欢她 好像不为任何事物 所停留的样子 我会在上学 放学的路上 制造偶遇 会想要故意 引起她的注意 会在画室 画到昏天飞地的时候 看着她的照片 我就会一种动力 想要变得更好 想配得上她 可我总觉得 她不会为我停留 我也更不敢 轻易打扰她 只能把喜欢 藏得牢牢的 生怕她知道 我总想着毕业了 就把这些话说出来 不出所料 她高考正常发挥 那时候我看着 学校光荣榜上 在第一位的她的名字 录取的学校那么好 和我的学校隔得那么远 一直到毕业 我都没能把心里话说出来 她不知道 我从骂口中得知 相亲对象 是她后有多紧张 我第一次愿意去相亲 她也不知道 能和她走进婚姻 我有多开心 我把手机拿给许黎看 笑着逗她 这里就是 我喜欢的十年的女生 漂亮吗 说实话 跟许黎深情告白 让她知道 我这么多年的单恋人设 我是很后悔的 后悔为什么 没早点说出来 听我告白完 她呆住了 不过愣了几秒钟 她就又恢复了 以前那个样子 像一只小猫一样 在我怀里撒娇 她身上很香 我忍不住亲了下去 哎呀 绍衡你可以亲 但是不准啃 对我亲亲恳恳的 她挣扎着想离开我的怀抱 我偏不让她如愿 一路奔波来南城找她 还在公寓门口 等了好几个小时 一天没吃饭 我的肚子早就抗议了 所以在我和许黎亲的 正热呼着的时候 她很不合时宜地叫了出来 很大声 我把许黎推开了一点 她被我亲得脸红扑扑的 我很快翻身下了床 朝外面走去 她看着我的背影问 你去拿 做饭 我用许黎冰箱里剩的食材 给我们俩做了顿色香味 俱全的夜宵 许黎巴巴地闻着香味 跟来了厨房 也可能是饿了吃什么 都是人间美味 许黎坐在对面 带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 在门口等我很久了 几个小时吧 你们一层楼的 数你回来的晚了 怎么天天加班 本来等了几个小时有点急 结果看她回来那个疲惫的样子 还有点心疼了 心疼我呀 她从刚刚开始嘴角就没下来过 明天我就休假了 跟你出去跨年 可第二天快中午了她才起床 没想到许黎还惦记着我昨天说她的床印 拉着我去商场选床垫 到了商场 许黎一眼就相中了一家店里的酸菜鱼 提出了先大吃一顿午饭 再买东西 等饭的间隙 我去商场洗手间上了个厕所 没想到这么不巧 在洗手间偶遇了最不想遇见的人 顾绝 本来我想直接装不认识 高中的时候就没说过几句话 同学会上她 更是是我为空气来着 正要擦肩而过的时候 她叫住了我 我很不情愿地回过头 你是来南城找许黎的吧 明明我比她高一点 她却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 怎么了吗 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劝你还是不要缠着她了 勉强她挺没劲的 我都知道了 我什么时候勉强她了 你又知道什么了 她和你结婚 不过就是迫于家里的压力 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等我 顾绝顿了顿 用一种很让人来气的眼神 上下扫射我一番 现在我离婚了 和她在一家公司 我才是最适合她的人 你不要再缠着她了 我再次晒干了沉默 要不是那天晚上 看了许黎的手机 我可能真的会信顾绝的鬼话 我从没见过 如此迷之自信的人 一本正经地说着 破坏别人家庭的话 你怎么知道 是我在勉强许黎 我垂眼看她 心里实在是觉得她 这人莫名其妙 许黎现在 就在店里等着 和我一块吃饭 你不相信可以去看看 顺便问问清楚 我是不是缠着她 还有你呢 不要天天在朋友圈 发那些文案了 你和许黎都不是好友 她根本看不到 约她也约不出来 你哪里来的自信她之前 不结婚是为了等你 而且我和许黎已经结婚了 我希望你自重 这些话早就想说了 连越来的憋屈 也统统都在这里发泄出来了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说完也懒得 看她脸上精彩复杂的表情 转身就走 当我回到酸菜鱼店里时 菜已经上好了 许黎一口也没吃 安静坐在座位上等我 她这个样子 竟然让我看出了几分乖巧 可能是对完固绝的原因 我心情舒畅了许多 下午和许黎一起买东西 也格外顺利 听说南城的广场 晚上会有跨年倒计时烟花 忽然想起来 上一次看南城的跨年烟花 还是在高二在这集训的时候 转眼间已经七八年过去 我把买的东西都放在车上以后 许黎主动提出要去看电影 我还在想 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 很有纪念意义 票是她买的情侣座 我在一边等着她取票 今天是跨年夜 电影院人很多 她自然地牵住我的手 拉着我往后排走 本来我一心期待着这部电影的情节 许黎却一直把玩着我的手指 慢慢抹扎着 极尽暧昧 我按住她的手 可是她还是不消停 后来我干脆把她搂在怀里 我的鼻息里都是她身上的淡淡的花香味道 很清新的感觉 许黎从那天晚上以后 就化身贴贴怪 动不动就要轻轻抱抱的 像一只粘人的小猫 甩都甩不掉 我看她是压根没想这儿巴筋看电影 幸亏影院的灯光足够昏暗 掩盖住了我们的一系列小动作 电影散场时 距离倒计时还有二十多分钟 大家陆陆续续都敢去广场看跨年烟花 我和许黎赶到的时候 广场上早就人山人海 许黎像怕我走丢一样 紧紧拉着我的手 我们站在灯光耀眼的高楼大厦间 和拿着气球的人群一起等待新的一年 我一看都是成双成对的小情侣 相互依偎着 我和许黎也完美融入了他们中间 倒计时开始的时候 人群开始骚动不安 都纷纷喊着 十九八七 我把许黎的小脸掰过来 让她看着我 对上她那双认真的小鹿眼 我忍不住问她 许黎 你喜欢我吗 不假思索的 她的嘴角扬起来 我爱你了 烟花在她的身后绽放 周围人的欢呼声 灌进我的耳朵 可是我满眼只有她今晚的样子 我弯下腰靠近她 落下了今年的第一个吻 年初二陪许黎回娘家过夜 丈母娘好久没见到我和许黎了 早早就去菜市场 买了一大堆好吃的 看这一大桌子的菜 我一口一个爸妈叫得热呼 我和许黎 住在她一直到高中毕业住的房间里 她的房间比我小时候的房间小一些 但很温馨 她的闺房是温柔的暖色调 还有很多粉粉嫩嫩的元素 看着这些东西 我想象小时候的许黎的孩子 结婚一年多了 才有机会到许黎房间好好看一看 许黎的东西 大多都收拾到我们的小家了 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书柜 里面都是她的课外书和初高中的课本 许黎的奖状证书都整理得井井有条 看着这么多奖状我不禁感叹 你真的好优秀啊 某人不是一直都知道吗 她得意洋洋的 像只骄傲的小猫 许黎的课本除了笔记 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 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上课无聊就会画小画 各种各样的小插画 我的书可不敢轻易给别人看 我突然发现在这些奖状和证书中间 夹杂着一个奇奇怪怪又很熟悉的东西 把它抽出来打开 一幅有些年头的马克笔画 这幅画也太熟悉了 我画过的画自己还是记得的 我往下看署名 高二八班绍衡 记忆忽然涌上心头 这是我高二参加文化节的参赛作品 当时在学业繁忙的情况下抽时间画的 后来学校展板要换别的内容 把我们的书画作品都处理了来着 高二的时候 我拿着画看向许黎 她发现了我手上的东西 把画从我手里抽走 小心眼的不让我再看 我追着她问哪里来的画 把她问的脸都红了 许黎 你是不是暗恋我呀 翻案 暗恋的秘密 高一开学的时候 那个叫绍衡的男生 就坐在我后面 一开始我没有注意过她 换句话说 我也并没有注意到班里的其他人 但是她就坐在我的后面 还爱说笑话 我想不注意都难 我发现她刚开学的时候 学习很积极 上课老师的问题也会积极回答 尽管说的都不对 不知道是化学上到哪里的时候 她已经懒得抬头看了 后面基本不会传来她的声音 每次化学老师找同学上黑板写题 她的头恨不得埋进书里 看都不敢看一眼 就差把不会两个字写在脸上了 不知道化学老师是不是一样的心理 反正课堂点名的环节 必定有绍衡 有一次化学老师让小组长 检查化学练习册 我把组员的练习册都收上来了 只有绍衡插科打混不想给我 最后在我的敦促下还是交给我了 本来以为没有写 但当我打开她的练习册 我实在是大为震惊 摸鱼算是被她玩得明明白白 老师讲习题的时候 她在下面画老师讲课的各种卡通小项 不得不说 不管是化学老师的动作 还是头上紧剩的两撮头发 都画得很有灵性 后来在家写化学作业的时候 时不时会想到她画的话 顺便想到她 她跟我这种只会学习的书呆子不一样 她会画画 爱打篮球 情商高 人缘也很好 高二运动会 她比赛长跑的时候 我偷偷写了加油稿 少年不惧岁月长 比方上有荣光在 她跟我不一样 绍横就像她手中的调色盘 有无限可能 可以变成她想成为的任何样子 我只会学习 我的生活像井水一般平静 无趣 她就像打破平静的一颗石子 在学校我也会不受控制的 想看一眼她在干嘛 也会经常注意到 她去上专业课 不在学校 关于她在我家发现的那幅画 记得当时学校办文化节要的集 班主任指定 让班里的几个美术生教作品 她画好后 花了好几个课间上色 最后被教到学校 当作展品展示了一周 那天晚自习放学 我在班里多待了十分钟 做完最后一道大题 回去的路上 刚好遇到换展板的工作人员 他们把绍横的画接下来 准备扔到垃圾桶里 被我拦下带回了家 我想好歹是她尽心尽力化的 就这么扔了 挺可惜的 后来毕业后 理所当然没有什么联系了 但是我有时还是会想起绍横 我知道我应该很喜欢她 刚从大学毕业没两年 妈妈终于忍受不了我这样 一直单身到了二十五六岁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每次回家的话题都变成了 我还没有男朋友这件事 于是我妈开始逼着我相亲 我妈是个行动派 她说干就干 四处找和我条件 差不多的男孩子 让我和人家聊天 我也是在我妈的名单里 看到了绍横 一开始我以为是同名同姓 绍横很帅 也很开朗幽默 我想她应该早就有了相爱的 可以共度一生的人 可是当我看到照片的时候 我确定就是绍横 于是我跟我妈说我愿意去相亲 我妈兴高采烈地替我张喽 相亲那天我提前去了很久 其实是在家里实在坐不住 我唾弃自己白活了这么多年 心里还是紧张到不行 从高中毕业过后 我们就没怎么见过 她比上学时候成熟很多 我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可能是她家里也催着她要结婚 我们直到结婚都很顺利 我已经想不到比这更幸运的了 嫁给自己喜欢了很久的人 原来我自己一个人在南城 逢年过节才回家看一看 婚后我总是想和她待在一起 不过绍横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 或许她只想要一个行事主义的婚姻 可以躲避父母的催促 我也不知道 后来林夏叫我出门见他们 我心里不乐意的很 好不容易回家见见绍横 白白浪费我一下午的时间 不过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亲了绍横 我想着这趟回来的真是值了 我在南城特别期待十一国庆 可以回去和绍横多待几天 想想就有盼头 以前高中班长说要办同学会 我本来并不在意 以前高中同学里面 想见面的自然会私下经常见面 我也没什么其他记挂的人 绍横和我完全相反 他很在意 我觉得比和我见面在意多了 所以我猜他可能会有在意的人要见 他也确实承认了 去酒店的路上我没有说话 他以为我生气了 说实话有一点 不过我当然可以接受他有在意的人 有喜欢的人 只要婚后能慢慢忘记 慢慢喜欢上我就好 我合理怀疑绍横想见的人是肖玉 上学的时候 肖玉和他玩的就好 那天肖玉一来就摸了绍横的脸 我更加难过了 中途有电话打来 手机在我的衣服里震动 我就出门接了个电话 电话刚挂 突然有一个人从后面抱住我 我以为是绍横 可是下一秒 立马反映出不对劲 我一把把他推开了 是顾玉 他说喜欢我很久了 可是我明确和他说了 我从来没喜欢过他 只是把他当作普通同学 他不信 我原来以为他是个正经人的 早知道保险起见 我去女厕所打电话好了 我就不信他还敢跟进来 摆脱顾玉回去的时候 才发现 绍横自顾自喝的脸都红了 饭局也快结束了 他一个人喝得不省人事 嘴里还一句一句说话 其实当时我在想 他真可爱 到车里他晕晕乎乎的说 你不就是有个暧昧对象吗 我还有暗恋对象呢 我愣在原地 心突然揪起来 忍不住问他 现在还喜欢吗 他说很喜欢 一直都喜欢 已经喜欢了十年了 我暗恋他十年 他也暗恋别人十年 不过他知道吗 暗恋真的挺没劲的 但我可能比他幸运 至少我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了 我就说我这人无趣得很 自那天过后 我对少恒很冷淡 后来回家 我妈回眼晶晶 立马看出来 我对少恒的冷淡 把我拉到一边 问我怎么回事 我骗他说 就是半了几句嘴 半了几句嘴 人家都这么主动 找你说话了 你也不理 夫妻俩可不能这样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我时不时就想到 那天晚上他说的话 说不介意才是假的 回到南城 我拿工作来麻痹自己 主动要求加班 事情多了 自然就想不到 那些儿女情长的事 回家的次数也少了 唯一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就是他比原来热情多了 每天都会主动给我发消息 找我聊天 那段时间 我也没什么时间概念 只觉得是一个平常的晚上 加班完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看见少恒敦在我家门口 穿得严严实实 也不知道等了我多久 好像快睡着了 心突然就软了 再也生不起他的气来 管他还喜不喜欢别人 好好和他过一辈子就行了 那天晚上 我们俩把话都说清楚了 最后他把手机 拿给我看的时候 笑意隐隐的 战黑眼里 好像装满了柔碎的星星 那一刻 和他意气风发的 十八岁重叠 他告诉我说 我就是那个 他喜欢了十年的人 好开心 我的心和嫁给他的 那一天一样 通通的跳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